启用了这套系统 垃圾在管道中运送、输送 不会占用电梯 垃圾在病区也不会造成交叉感染 提高了垃圾收集、运送的工作效率 环境秩序得到了改善 减少了科室、诊室的空气污染 管道的系统当中打开以后 它里面会产生个负药 这样的话不会影响我们病区的这样一个环境 垃圾整个从投放开始 从投放口一直到垃圾绽房 整个过程全是全密闭 没有经过二次交叉污染 海南这边天气本身来讲 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大 会滋生细菌 然后气味上也不好闻 保健人员与病人同时 承电器下来 对病人不好 病人看到了心理上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防止了四汗 蚊虫、蟑螂、老鼠 这个系统它具有快捷、安全 也解决了垃圾、乱堆、乱放 使我们的病人更加安全 更加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